现在疫情也放开 也就两周时间 我周围已经养了一圈的人 他们给我反馈一个最老火的问题 就是说高烧不退 或者说是反复高烧 或者是吃了退烧药 也比较难退烧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养 或者正在养的初期 也别太担心 其实中医有一种很好的居家退热法 而且反馈比较好 也相当实用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建议大家赶快收藏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这个方法中 就是中医里的汗法 一说到汗法 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说 我要盖很多被子 穿很多衣服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以为穿厚一点 就能有助于发烧退寒 但其实这样是错的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的身体体温身高 散热会减少 残热增加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 裹很厚的被子 并不利于身体散热 会导致体温进一步升高 加重发烧的症状 甚至会出现这种中暑 等相关症状 比如心慌发力头晕 那该怎么去使用汗法呢 今天最重要的是 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中医对新冠问题的 一个思路 这样我们才会更清晰明白了 如何用好犯法 帮助自己退热 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从这个 新冠密度繁殖和炎症风暴 它形成了一个代谢机制来看 主要就是说 你的阳明筋寒气未解 阳明筋呢 少阳明筋有热 那这个病理基础上呢 怎么来去做一个调理了 人样是说要节表散寒 然后呢 去清理啊 阳明筋和少阳明筋的热气 尤其在治疗初期呢 一定是以微汗法为主 尤其是我们人体呢 它是有一个很好的 对抗新冠病毒的体系 而且一开始呢 之所以要注重节表发汗 来实现退热 是因为它不是压制发热 而是帮助免系统来去除外泄 所以退热了 干脆也彻底 它不会形成啊 寒热往来的拉锯站 那尤其在汗法的时候呢 这里面有个关键点啊 一定要仔细听 在它发病初期呢 你发现这里的体温 开始慢慢升高 这个时候呢 病鞋是刚刚侵犯气体 但还处于一个疲劳状态 我们可以通过发汗 让病毒呢 随着汗液带走 所以叫汗法 也叫疏散法 我们可以找一找 平时家里面用的那种 具有节表发汗的忠诚药 先行啊 可以先自行服用 如果有恶寒 怕冷啊 流出轻鼻涕的症状呢 可以用葱白加生姜 将葱白那头啊 洗干净切断 再加入生姜三片 然后煎好煮沸 每天两次呢 可以节表散寒 那接下来这一点呢 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大量的去喝水 那么喝水呢 尤其是喝好水呢 它是贯穿始终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很多患者 他在发的时候 身体水分大量流失 电解质也大量流失 尤其在服用退热药之后 会出很多的汗 那只有说是多喝好水 多喝富有这种 电解质的这种好水 才能够为身体啊 储备足够的这种体液 防止咱们体液变得太过粘稠 只有让我们身体充分的水化 那我们才能转换汗液排除体外 但也不是说这个水啊 喝的越多越好 到底该怎么喝呢 就是说你在高热的时候呢 你喝水至少要在2000毫升 那如果是吃了退烧药 或者清水解表之后 每个小时的喝水量 要保持300毫升 在这个基础上 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 来适当增加饮水量 都是可以的 那说起体外的话 就是说大家现在喝的 都是净化过后的这种纯净水 那么这种水啊 它的水质还是不错的 但是里面的矿物质 电解质比较缺乏 我通常在建议呢 这个时候 咱们可以加点这种新鲜的柠檬汁 对吧 觉得酸的朋友 可以加点这个蜂蜜 就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啊 中间缺的一些个矿物质 那身体精灵健康人群呢 身体呢 它也会自行调节代谢保湿平衡 在这个期间呢 我们可以啊 配合着睡前泡脚 也可以起到散寒发汗 活血的作用 一般我们在泡脚时候 这个热水呢 高过我们的脚踝就行 以能承受避免烫伤的温度 来进行泡脚 中间呢 可以不断的加热水保持温度 尤其身体还出现微微出汗的时候 你可以擦干身体再去睡觉 如果说家里有条件呢 也可以用艾灸呢 来熏一熏我们的这个大椎学和肺语学 来帮助提升体力的阳气 还有就是说 有一些朋友老是想依靠这种消炎药 和退烧药来治疗 那这个生命呢 也是不可学的 因为这些药呢 它都是寒凉性质的 容易导致呢 关门流口 病毒累胜 表面看起来短暂有效 但很快啊 又会回来 形成这种夜热早凉 寒热往来 因为呢 我们身体人体的寒蟹还流来体内 它也会不断的试图增强发热 那么医生呢 对吧 他因为稍没有退 不断的试图加强退热消炎 从而这些寒凉药物呢 又帮助这些寒蟹向你深入 从而出现这种碳阴病烧阴病 直到耗尽 割胀器最后一点储存 变成所谓的炎症风暴而加重 所以非必要的时候呢 尽量少用这些药 或者对症啊 配合使用 不可依赖 我们的原则一定是提升自己的阳气 排除体内的邪气 然后呢 配合良好的心态 做好充足的休息 才能打好这场战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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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